中超联赛第十四轮继续进行,在一场焦点大战中,天津全舰最终2比0战胜长春亚太,在积分榜方面,天津全舰也稳步上升至第七位,随着战绩的好转,球队整体信心。 大幅上涨的同时,却引来一个不利好的消息,近日,德国权威媒体体育图片报消息指出,目前参加完世界杯还在休加的比利时球星维特塞尔不会回来中超了,他将直接前往德甲豪门多特蒙德安排体检事宜,之后便加盟球队。 媒体还透露,在中超方面,天津全舰肯定在关键时刻不会放行,但是多特依然对签下维特塞尔很有信心。 如果最终无果,将直接激活维特塞尔的维约金2000万欧,约和人民币1.6亿左右。 据悉,届时多特最多也只会提供1200万欧的年星给维特塞尔,与天津全舰1800万欧相比,显然有些差距。 但是比利时球星对于德甲踢球很动心,对于维特塞尔,天津全舰早在去年东窗,就以2000万欧签下比利时球星,在一个多载技的表现里,在球队获得胜利和保持竞争力中,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在今下也得到了国家队召唤,帮助比利时国家队获得第三名,如今与全舰的合同也将到期,如果此番得甲豪门,多特挖走维特塞尔,对于天津全舰来说,无疑是巨亏的,因为正值联赛发力阶段,少一名强员又在中超转会窗口关时,确实遭受打击。 还有接下来面对亚冠比赛,如,果没有了维特塞尔,球队的实力是必得到一定的下降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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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